他名字幹嘛 沒有 沒有 幹嘛號我名字 公車司機不滿高中生 直呼他全名 氣到不在 我去載你 你沒事號我名字幹什麼 你坐下一班 下車 有 為什麼不要 男同學語氣無奈 原來他從南投站上車 搭往埔里回學校方向 公車司機情緒失控 連環跳針 要求他下車 沒有 你沒有錯 你號我名字 你沒有錯 沒有 我這個我就會帶我 下車 兩人對話全被錄下 到底犯了什麼滔田打錯 竟然要求高中生下車 一個乘客應該就是 一直喊他們名字 就他真的覺得不耐煩 就有點情緒 就有點傷害這樣 按照規定 假使重病或是傳染病患者 或者酗酒謾罵者 甚至攜帶危險物品 的確司機能表明聚載 但學生當下只因為呼喊 司機全名 卻被驅趕下車 讓民眾直呼太不合理 至於在屏東 也出現了爭執場面 男子拿著儲值卡片 認定超商店員已經扣款 但對方否認 雙方為此爭執不休 顧客氣得大吼不買了 以死超商扣款失敗 引爆口角衝突 情緒控管出了問題 服務業也難為 解中部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